各位晚安 你們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應該是香港時間六點半左右 我的聲音仍然是相對偏向低沉和諮詢 但跟今天的主題不是很相配 因為今天華春瑩制裁四位美國國會議員 我覺得其中最大劑是制裁Marco Roebio 制裁美國國會議員等於向美國國會宣戰 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那個Nancy Pelosi Nancy Pelosi本來和中國有大量的牙齒印 跟著你現在來Marco Roebio都得罪了 我覺得Donald Trump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好選擇 Donald Trump本來想用一個比較溫和的制裁方法 也沒有什麼可憐 因為不是Donald Trump想用比較溫和的方法 主要是因為華府國務院的公務員害怕壓過我 你知公務員跟政客是不同的 Marco Roebio的選區是Florida Florida本來就是Donald Trump最重視的選區 Donald Trump連自己的選民登記都轉了去Florida 很多人都說Florida是搖擺州 你要明白 Marco Roebio為何在這個搖擺州 作為一個Republican可以坐得這麼穩 其中的原因是 他是古巴雅盟的後代 他有大量古巴反共匪 古巴那班有爭理共產黨爭到入心入肺那一隻 這個就是背景 所以你看到Marco Roebio 有些人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Marco Roebio用這麼多時間 都是推動香港人權和民主法 維吾爾那些法案 原因就是因為他的選民 要任何玩得死中共的法案都支持 他那些選民就是一堆共產黨爭到死的選民 如果你認識美國的古巴裔人 就明白 美國的古巴裔人 一向都主張 由頭把卡斯特和政權炒 炒到尾 任何人支持卡斯特和政權 都應該要去混蛋 所以他們不喜歡奧巴馬 因為奧巴馬主動和古巴的政權和好 什麼時候放美國人進去古巴旅行 什麼年代 為什麼第一班去古巴飛機 什麼時候開始 奧巴馬年代開始 這班人覺得卡斯特和政權 一天還沒混蛋 他一天都不應該 任何一元美金都不應該給古巴 他有點像南越那班人 當然我覺得如果打國際線 不要玩南越旗 我先警告一下 那些葉普城很喜歡玩這件事 越南現在是我們的其中一個民友 南北越的問題與我們無關 我希望葉普城的人收手 如果我看到有人搞南越旗連登的話 那些人一定要拍大頭的 不用說了 南越我同情 但是不是這個時候玩 我們以香港的憶為重 當華春瑩宣布 連馬克羅比奧都要制裁的時候 你現在是川普決定 準備簽香港自治法 以及 就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制裁的行政命令 作出最後定高的時候 你做這件事 這真是家族主義行為 馬克羅比奧一定跟川普說 但是川普 如果比較溫和的法案 你說你怕中國 你還用出來選 本來 他可能打算準備一個比較溫和的法案 可能很多中層官員 喊東西就算了 即是華爾街日報的消息是這樣 但是現在你去到這樣的位置 你要一堆中層官員 喊東西就算了 沒有可能 因為你制裁馬克羅比奧 喂 大哥 我就是制裁陳全國 都是政治局常委 也不是說高度很厲害 現在你跟我玩這麼厲害 你要跟我玩得這麼準 你沒有什麼 因為當有人玩得這麼盡力的時候 美國就沒有辦法不出重拳 所以你就可以期望 美國這幾天 美國一公佈制裁 就肯定是重飛氣 根本來沒有這麼重 這個重拳 因為這個就等同本土遇襲 這個是別人 人家沒有辦法去放過氣的 這個不可能的 這個證明中國人不懂美國政治 去到一個位置 你可能在中國很不懂馬克羅比奧 中國不明白為什麼他完全沒有辦法在這個埋伸 但是問題就是他的選區是這樣 他是這樣起家 他的選區是這樣 美國有很多選區都是這樣的 你不可以用錢買他的 那些議員 不會corrupt的 而且那些議員是靠你反中共 來拿到票的 因為那些選民結構的問題 就像是Nancy Pelosi 他在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多個華人 不好意思 他的選區是多華人 但是多爭共產黨的華人 不是每個華人都喜歡共產黨 有一堆華人是很爭共產黨的 你一分析這些選區的事情 你就知道 你中共沒有辦法處理這些問題 你不會處理到這些人 比英國還硬搞 因為英國有些選區 我們叫做定期存款區 南洋也是這樣叫的 定權選區 安全選區 安全選區 基本上那些人 躺在那裡都會贏 那些區是投黨不投人 就算在Brisid之前 工黨很多區 在North England很多區都是 投黨不投人 是 Brisid這個問題 變成是投Brisid 轉投保守黨 是因為Brisid 如果成為Brisid 他們會回到工黨 不知道 原來是憤怒 所以保守黨很害怕 保守黨知道自己的主義 是用Brisid偷回來的 不是很穩定的 所以 為什麼會有Manchester 這個計劃 叫你嘉誠 是有原因的 因為大選 贏得很不穩定 如果Brisid搞出大陣失業 搞出很多社會福利問題的話 你卻搞不定 你保守黨 會跳海也不行 就是 你的議席是怎樣來 你的政治權力是怎樣來 就會影響那個人的行為 所以華春瑩這一步是蠢到不堪 你以為你可以制裁了這四個人 不好意思 你的制裁 第一 不單是制裁不了 而且你這個態度 國會就覺得你是挑戰過的 之後我也蠻肯定 第一 國會一定會加速要求 Donald Trump簽了香港自治法 第二 Donald Trump的行政指令 就是行政指令 Executive Order 不可能太弱 太弱的話 國會不收貨 始終某些事情是要看國會的 第三 你這樣玩 我相信 這幾位議員之後 就整條報復法案給你探 機會很大 就是 還可以玩 對 還可以玩 香港自治法 玩得很重 這四位國會議員 提出就是要求承認台灣獨立 我看你們的面子 放在哪裡 就是 你已經本來有一條法案 就是有一位國會議員 擺了一條法案 承認香港獨立 我覺得那條法案 最 玩膠的 擺姿態 你知道美國很多 擺姿態法案 國會大 擺姿態法案 就是 香港自治法 這麼快過 已經覺得是很 出人意表的事情 而且 這是跟政府 政府 政府 擺姿態法案 證明 其實這是特朗普 想推動的法案 並不是 純粹是國會議員 自己推 然後沒有問過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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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意見 技術意見 就證明 政府是有心推 這件事 否則他沒有必要 擺姿態法 你可以想到一件事 如果現在 你這樣做 就反正 國會班 有說 將香港 承認香港獨立 那條法案 推出來 或者要求承認香港 並非成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領土一部分 支持香港 你說歸英 美國人比較難支持 明目張膽 因為 問題是美國的反殖 立國精神 你記住 美國是不支持任何殖民地 美國就算自己有屬地 那些管治問題 政治家 一直都擺不下去 例如波多尼國 波多尼國 一直都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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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Rec branches 其實 jin 雖然 歐盟 很適合 有 große 尚 歐盟 已經是 美國 還有 兩 美國 就是 riders 大家所認識的EU,其實它已經是一個聯邦國家 大家不在意,我們住就知道,這是聯邦國家 很鬆散的聯邦國家,類似德國的情況 因為德國也是一堆國家合組而成 你是一個聯邦國家,什麼叫聯邦,就是幫是國 你現在這樣玩,沒什麼 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承認香港獨立,台灣獨立 你是不是跟美國宣戰? 你中國是不是打算開片? 現在華春瑩反映了一件事,中國想開片 如果中國真的想開片,因為中國搞不定,長江水災問題 其實長江水災這個問題我一直都想說,但是昨天因為 人家累了,加上泛民初選的結果 我就沒有去討論長江水災,長江水災這個問題很大 波陽湖都浸了,現在的情況比九百華東水災厲害 現在的情況 如果比九百華東水災厲害的話,你知道 習近平的管治頂不下去 他一定要找一個轉移視線 他是不是想開片? 如果想開片的話,美國一定會跟他開 你想打,我給你 你介紹我明天真是家族主義 我覺得香港人走不前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香港人還以為現在走得前 我看完華春瑩這個孫戰公告 我給了一個答案就是 其實有機會秋季爆發戰爭 這個風險是存在的 現在未必很高,但是這個風險存在的 當然如果你說明年爆發戰爭的風險有多大呢? 如果我告訴你,就算是拜登上任 就是拜登上任 也可能雅面戰爭 對中國的鴨鴨水國家不是答案 一定不是答案 最後答案一定是權頭 不用說 哪個總統都是德國的答案 出權 That's it 原因很簡單 因為 這次玩得很 因為中國玩得很準 因為中國需要一場戰爭去轉而視 他比當年德國還差 當年德國 就是 因為經濟大蕭條 經濟大蕭條最有效、最快 能夠恢復經濟的方法就是 重整軍備 接著就準備打仗 即是準備打仗 你會請一班 政府就會請一班國防軍 那 你突然間 德國人就好像 那經濟問題解決 接著你又搶了別人的土地 剩下的財富 例如德澳合邦 你從澳地利那裡 拿到很多澳地利中央銀行的錢 當時澳地利比德國有錢 德國的中央銀行沒有什麼錢 那時候是澳地利中央銀行的錢 充實德國的國父 所以 後來澳地利是要問德國 把錢拿走 這個是背景 即是你 德國當年就是為了轉而視線 所以就打 準備打仗 結果玩越失控結果就解決了 其實日本也是 日本也是 輝軍東三省的一路打仗 也是這樣 1929年經濟大蕭條 接著人們找不到東西 你開不了法 我整個說 開化問題就是 引發戰爭的最大原因 日本就是一個開化問題 由明治維新變成一個軍國主義運動 因為沒有事開不了法 然後搞出西藍戰爭 西鄉由這個立國 由這個維新英雄變成了半國分子 一樣 中國無法解決開化問題 那就打 他以為打可以解決問題 他以為這樣拆槍走火不會真的打 所以都傻了 美國都需要一場戰爭 因為武漢肺炎重創的經濟 他可以重建軍工業 有一堆讀不到書 或者是一些 可能不是很想做不到工作的人 可以加入美軍 這些全部都有 甚至你限徵兵制 你限徵兵制 你限徵兵制 你已經有一堆勞動力 已經進入軍隊 你已經不算是unemployment 是政府的樣子 美國養得 一些人說 美國欠中國很多國債 come on 國債壓水都可以買 你甚至美國人為了愛國 美國人自己買自己國債都可以 我美國人買自己國債 然後我就去 促回中國手上的那堆債 或者說 那堆中國國債 中國手上的美國國債 是敵方資產沒收都可以 come on 不要太天真 經常看完五毛的大外宣 對你的腦袋是有不良影響 那些是給老殘看的 習近平可能自己看得太多 自己都騙了自己 那真的變成很殘有記 我告訴你 你真是老耳殘 我告訴你 你很大件事 我覺得就是 香港人要明白這件事 而不是說 Marco Robey 我都在制裁的時候 你是很大件事 你其實是 形勢不妙 我最初也是這樣 最初美國政府 這個禮拜 簽 Executive Order 或是香港accountability act 然後就開動整個制裁過程 然後大家開始坐過山車 發生著我 你現在是來華春瑩 現在中國自己去玩加速主義 我真的 你習近平是總加速師 是對的 你每次都來加速 你今晚泛民初選 本來人們覺得 你17萬 又沒有人這麼多來投票 結果你現在投了60萬出來 有60萬出來 誰的功勞 曾國偉 已經變成壓金正轉的一幕 壓金正轉的一幕 就是壓金和他的拍檔Taylor Forscom和Taylor 搞了一間捉蝦的公司 有隻捉蝦的船 鋪鋪出海也是捉蝦的 即是甚麼都沒有 即是捉蝦的 即是捉蝦也沒有 好 接著呢 阿金就鋪鋪到教堂 討告 有祈禱 有討告 那些 Taylor就笑他 因為討告完 都是捉蝦的 捉蝦 捉蝦 Taylor就笑他 你的上帝在哪裡 結果就是 1974年的颱風 即是Herry C. Harman 一吹過來 接著 那時候 阿金和Taylor就在船上 他們以為自己沒有命 那時候Taylor就打算 反正也沒有命 就不斷狂掃上帝 即是變成約八紀的那一幕 約八和 不斷扯扯上帝 為何你上帝要玩他的 我這麼虔誠 為何你上帝要玩我的 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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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完一遍 大家以為死定了 他們的船沒事 但是呢 回到海港 其他的船都沒有了 他們因此 就壟斷了 那個 布哈事業 當地 發作財 然後上帝就用這種方法 以富為貞 來 加配 給他們 這個恩典 我不是傳教 但是問題 這個故事 曾國外的故事 就很明顯 本來戴耀廷 都沒有這樣做 眾籌反應這麼差 接著 十七萬又沒有票 也不知道 誰知道 哇 曾國外一說 黑警一上來 那些人都衝出來的十萬 現在變成Helor K.Carmen 現在 你普通總加速師都做些奇怪的事 香港就變成Helor K.Carmen 然後 你現在 你現在 你現在制裁Marco Robey 香港人正想 美國人越眼越好 多怕你特朗普變成大斗侵 現在就沒有可能變大斗侵 肯定越玩越激 我真的覺得 加速 我知道加速主義好 但是你做加速 你都沒有去到光速 大哥 我前幾天 我才說 加速要玩到光速 我現在怎麼知道光速 大哥 你現在變成高燈 連高燈 九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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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張Gif 衝衝走出 那些狗不見了 那些這樣的加速 就是 你現在加速加到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真的 誰知道發生著我 Sibel 你看清楚形勢 大哥 不要 勢息不對 自己很閃人 這是我的中國 我告訴你 因為 你現在看到一件事 習近平是傻的 或者習近平用一些 想法很簡單 他用一些很簡單 而粗暴的方法來處理 現在中國面對的各種困難 你用一些簡單而粗暴的方法去面對事情 那時候 你真的除了亡國都沒有 所以陶傑說 很有信心 五年之後的世界 我覺得 就不至於沒有極權國家 但是 五年之後 可能中國存不存在 我覺得就真的很有懷疑 加速到這樣 現在是用光速催落懸崖那裡 簡單來說 你覺得會不會死呢 你自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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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思考這個問題 我不加以評論 就是說 你說是不是陶傑太樂觀 又不是 五年之後的情況 什麼世界 我都不敢說 因為現在是加速主義 我哪知道習近平加速到什麼地步 總之現在就是向光速眾法 比吉子對撞機厲害 歐洲有個吉子對撞機 很多大架 現在原來是最大架的吉子對撞機 在中岩海 神經病 今天第一節說到這裡 都